我说我其实住在这里 我即将要起航 往我的目标去前进 从艺术家阿信扫华克的作品中 可以感受到他对部落家乡的回忆 再透过复合美材多种颜色 加入海洋渔王 以柔和的方式呈现 向社会对话 诉说原住民族捍卫部落土地的心声 不同于传统美术风貌 几何符号加上用色大胆 风格相当独特 这一次这个展览 是给我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表现 是在于说 我想要讲的内容声音 是透过画面来去把它呈现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我们原住民族的这种对生态的平衡 尊重的这种一个想法 这种的态度 是很值得全人类来学习 这是展示作品攻33幅 一笔一画散发自由奔放精神 参访民众表达内心的震撼 也对维护海洋生态的决心产生共鸣 阿信老师在这个画的当中 他非常的抽象 是透过他的心灵 透过他的手 然后呈现出来他的那一种线条 非常的有力 而且清晰明亮 那让我觉得心里面 很澎湃的感觉是 现在的海洋垃圾实在是太多了 那他的色彩 跟他的画作 让我很大的冲击是 如果你有心爱护这个世界 这个地球 这个海洋 请从现在做起 阿信沙华克除了是艺术家 更是一位维护海洋环境倡议者 这次活动展期到12月16 明年4月也获邀到加拿大展览 可见作品受到国际人士关注 台中市采访报道